这是我真的开发的AR游戏 完成度75% 也是我准备上架的第三款游戏 啊 同志们 我又想听而走险了 我突然有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一定十分可怕 没错 United Addressable功能 我突然想顺势使用它来加载现有的恐龙等素材资源 Addressable是什么 简言之 它可以加快游戏启动速度 减少最终打包的尺寸 可以把压缩包资源放在网络服务器上供下载使用等等 总之功能十分强大 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 但是我之前没用过它 它属于United高级别的玩法 意味着会牵引到 从核心部位大面积改动现有的代码 即便用AI 肯定也要耗费一段时间才能改好 而且有可能最后发现 对我的游戏来说效果并不好 又得继续使用之前的老版本 要不要改啊 胖狐狸 快拦路我 别让我犯错误啊 别烦我 我决定了 为了测试我的效率极限 我要一边做视频 一边开始重构代码 还要保持每周舞蹈团队时间 我能不能做到呢 想看我最后的笑容 或最后的笑话呢 都请点赞转发关注 下次我会记录我用AI 帮我尝试搞定Addressable 又挑战自己了 我好兴奋啊 离我远一点 没事长势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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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